機車汽車一輛一輛拖上拖掉車 北市河濱停車場趕在下午5點前進空 共拖掉87輛汽車68輛機車 準備關上水門 做好方台準備 因山徒兒來襲 台北市下午5點就把這水門通通關上 沒想到這一關連帶裡頭的題外便到也不能走 造成那壺下班時間 招通骰寶 就看下班時間本來就塞 水門一關更嚴重 題外便到沒辦法通行 內湖南港的車流全擠在市區 看看民眾立刻上網抱怨 平常20分鐘的車程得花上2小時 包含大湖公園 康寧交流道等路段都是塞塞塞 尤其是東湖往汽止方向 車流根本沒在動 整條路都沒有動過 我們現在只能吹摩托車這樣吹回家 馬路成為大型停車場 民眾乾脆直接下來牽車 用走的比較快 就連巷子都塞的一塌糊塗 車子就變得比較多啊 比較擁擠一點 回家比較不方便要繞一圈 還沒感受到風雨 但台北市府的超前部署先讓民眾塞車塞到一肚子氣 不論是從水位或是颱風的動向來看 蔣市府都不需要這麼早來關閉水門 可以在防災跟通勤需求上面取得平衡 今天的東湖大塞車完全是蔣萬安市長過猶不及所造成的人禍 颱風都還沒來就先惹來民怨 凸顯市府的變通能力 恐怕又再加強 明新聞傳來光彈風還得報告 現在是太誇張了